南投縣111年度社工日活動 日前在于子鄉金融山盛大展開 除了邀請社工共同践行以外 也進行相關的頒獎活動 慶祝這個社工日的活動 今天選擇在于子鄉的金融山 這個地方來舉行 那選在這個地方舉行 最主要也就是讓我們的社工夥伴們 平常工作都非常的忙碌 工作壓力也非常大 那藉由今天慶祝社工日的活動 我們讓社工夥伴們 惜家貸券 親子同樂 來到金融山這邊進行 也進行相關的頒獎的活動 這次的獎項有許多 在活動中 林處長頒獎表揚17位 111年度南投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既團體保養計畫獲獎人員 感謝他們平時在社福領域上的 辛勞付出與貢獻 這個獎項有新秀活力 機優的社工有六位 那另外還有這個 機優品質的部分也有六位社工來受獎 那另外有這個資深的表率的部分有三位社工 那另外還有兩個這個社工的專業制度 有一個優良的團體 有兩個團體 那等於說老中青我們都兼顧到 新議員陳書會感謝先伯的用心 也使用就這樣的方式來肯定社工平時的努力與付出 所以我們政府不只要邀請我們全官的社工來這裡參加到 頒獎的活動 當時要基盤到這個建行活動 用這個活動可以來結合多元的進行 那這是非常好 消費者在這裡感謝到所有的社工 非常是對著我們南道官 國行政部門 確實是說其他的這個營業單位 讓我們付出時間 要犧牲家庭 在這裡做到這個志工的服務 這個精神 在這裡我們來幫他尊重 再來幫他學習 社工夥伴是安定社會重要的角色 縣服一方面逐步完善社會福利政策以外 一方面也關心社工夥伴的職業安全 陳議員感謝社工夥伴的努力與付出 也希望基盧北洋活動來給予高度肯定 記者邱平毅於此採訪報導